在四川省雅安市迎经县的深山里 有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大熊猫监史官 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华 用热爱书写着自己的职业故事 27岁的秦伟瑞 已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迎经县管护总站工作了4年 看似柔弱文静的他 一到野外就展现出自己的干练 秦伟瑞的职责涵盖盖了大熊猫种群动态监测 同域物种分布 栖息地修复以及各类专项调查活动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待在野外 雨后的大乡岭湿滑泥泞 秦伟瑞和小伙伴们的巡护路线 通常都是线踏出来的 沿着斜坡拽着枯木 后面的队员踩着前面队员的脚印 一步一步在崇山峻岭中观察前行 有时候需要剑步迈过沟曲 或者在快步跳过溪流 有时候又在竹林中细致摸索 观察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恢复情况 监测大熊猫主食竹生长与更新 是日常巡护工作的一部分 到达调查点后 队员们就拿出工具 进行测量 数据记录 以及样本采集 我们刚刚是在测量竹子的激进和高度 监测大熊猫取食竹的生长更新状况 为大熊猫退化气息地改造 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结束了测量和样本采集 巡护队员们又踏上了一条更艰辛的路 化身大熊猫简史观 沿着大熊猫可能出现路径 慢慢前行 山中天气阴晴不定 不一会儿绵密的细雨和竹叶上的露水 蹭湿了队员们的衣服 在一棵树下 队员们惊喜地发现了大熊猫留下的粪便 虽然时间较久 被雨水充饰 但大家脸上的喜悦难以言表 立马蹲下身体开始测量粪便中的咬结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团时间有点久的大熊猫粪便 被雨水冲刷了 还可以看出里面有一些咬结 我们对这些咬结进行了测量 大概有个23点几毫米的长度 后面的话我们又进行相关的分析 可以判断出这只熊猫的一个大小 天色渐晚 队员们回到基地就马上带着采集回来的土壤 植物样本来到实验室 对竹叶进行处理后称重记录 并且在显微镜下观察土壤中的生物 我们在野外采集回来的竹子 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个测量它的先种 然后把它烘干到横种之后 在粉碎过筛最后进行单磷总分等湿口性和粗蛋白 氨基酸等营养的一个检测 像土壤动物这些我们采集回来会将其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特征进行鉴别 2021年大雄猫国家公园迎经县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 在大雄猫国家公园迎经片区云雾山区域发现一种凤仙花科植物 株高30至130厘米 花色为紫红色或淡紫红色 花朵在花絮轴上呈一侧的总状花絮排列 一半贝尔长丝状约两厘米 与凤仙花鼠其他物种存在明显差异 通过进一步专业分析和观察 最终确认其为一个凤仙花鼠新种 科研论文于2024年6月6号正式发表 当时我们是在进行大雄猫种群动态调查监测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迎经凤仙花并将标本采集回来之后 进行了形态学特征的识别 然后DNA提去测序 然后进行系统发育分析之后 并且后期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迎经凤仙花的发现是大雄猫国家公园迎经片区 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以来 工作人员发现并命名的第一个新物种 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及保护管理 具有重要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